洛杉矶初创公司Universal Hydrogen正在推进使用燃料电池为客机提供动力的测试过程。 该公司从GE Aviation和Tencent等大型投资者那里获得了新的资金。 在新投资之后,燃料电池将于2022年在40座客机上进行测试。 除了今年早些时候在4月份筹集的2200万美元之外,Universal Hydrogen能够在此过程中继续前进,此前获得了6200万美元的新投资。 投资后,估值从5500万美元上涨至2.62亿美元。 其其他投资者包括FortisQ、JetBlue和Toyota的风险投资分支机构。 该公司已经与至少5家地区航空公司签署了协议。 这些交易包括购买改装套件、改装现有飞机、用H2燃料电池替换现有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协议。 根据Universal Hydrogen的说法,这些飞机应该在2025年底之前进行改装并准备好运行。 从那时起,它将继续以订阅方式出售电池。 一些已签署燃料电池交易的航空公司,包括Rev Alaska、Island Air、ASL Aviation和Air Nostrum。 这是Enspresso咖啡模式。 Universal Hydrogen CEO的Paul Aramanko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 我们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出售咖啡机,然后在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胶囊供应破壁化。 Aaron Manko继续解释说,一旦该技术得到区域航空公司的验证, 它将开始努力鼓励空客和波音也重新设计它们的单通道飞机。 这类飞机目前约占全球航空排放量的60%, 因此将这些飞机转换为由H2提供动力, 可能会对行业的排放产生产生重大影响。 Aaron Manko在宣布氢燃料电池测试的新闻稿中说, 我们希望尽可能早地用最大的飞机飞行。 你真的需要在2030年代解决这个问题, 因为舰队被替换的时间很长,他继续说。 所以,如果航空业有任何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祈祷, 那么下一代飞机必须试清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,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 立即注册。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